与生结贤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与生结贤为什么这么受人尊重? 为什么全世界都爱与生结贤? 北京冬奥会开幕至今 热搜榜上几乎就没有断过与生结贤相关的话题 与生结贤究竟为何人? 它又是如何为大家所喜欢的? 看完下面这15点 或许你会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它创造了一个与生结贤的时代 这是一个从小学时期就做好职业规划的人 11岁面对镜头采访 留着和偶像普鲁申科同款发型的与生结贤 毫不畏惧地说出 自己的职业目标达到奥运金牌 具体是在两个黄金年龄段参加奥运会 两届奥运都拿到冠军后退役 于是到了19岁 他参加索契冬奥会 成为亚洲首位冬奥会男子单人华冠军 23岁他参加平昌冬奥会 成为66年来首位成功未免男子单人华的运动员 他实现了儿时的规划 除了两次夺冠后就退役这一点 二 在花华领域 他19次打破世界纪录 他还是花华历史上首位包揽奥运会 市井赛 大奖赛总决赛 四大洲锦标赛以及市青赛 青年组总决赛等国际大赛 男单项目金牌的超级全满贯 截止目前他已经19次打破世界纪录 三 但最强的与生结弦永远在下一场 去年他殷商退出多战赛事 直到年底的全日本花样滑冰锦标赛才赏与归来 结果他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冠 他在短节目中以111.31分 刷新当赛季国际华联赛事最高分 之后在自由滑中挑战四周半 周数不足但安全落冰 这是花华运动员此前从未有过的尝试 为全世界所关注 四 一个运动员可以闪光很久 关键在于他在不同阶段追求什么 北京冬奥会上 与生结弦再次代表人类向四周半发起挑战 四周半跳的基础得分是12.5分 仅比四周高一分 风险却大得多 从分值上看性价比不高 但平昌冬奥会之后 与生结弦给自己设定的新目标 就是跳出自己心中的四周半 五 与生结弦在不同阶段的追求 某种程度上在推动整个花华的发展 如他所说 大家会以拿下世界冠军为目标 去提升自己的水平 如果那位世界冠军也提升水平 花华整体水平就会更进一步 这是一个很正面的连锁反应 我得成为那个角色 也希望自己做得到 他的生活几乎只有花华 六 与生结弦今年27岁 出生于日本仙台 父亲为他取名结弦 是希望他的人生能像公弦一样 张弛有度 小时候因为得了哮喘 与生结弦跟着姐姐一起学花华 此后的生活 他几乎都与花华为伴 他没有社交账号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手机 平时只用一个iPod电音乐 疫情发生前 他都在多伦多的一个滑冰场练习 他在那个城市待了很多年 但几乎没有去过市中心 每天都在训练与学习中度过 七 训练之余 与生结弦会加入到比赛服的设计中去 他在平昌自由化节目是阴阳师 比赛服是仿照的朝城和服 其颜色 材质 视觉呈现效果等多方面 都有他的参与 他的服装设计师是伊藤聪美 曾说 与生选手是设计师 而我是他的助手 八 音乐也要自己把控 在阴阳师中 与生结弦说自己的每个动作 都要跟音乐合拍 于是他根据跳跃 旋转等步伐节奏 自行编制曲子 他还录下自己的呼吸声 把它夹到曲目最前面 时常在一秒左右 他说 这是留给自己调整呼吸和心情用的 也更容易抓住开始动作的时机 北京冬奥会上 他选择天与地作为自由化曲目 该曲原作出自日本作曲家傅田勋 他同样参与了编曲 九 甚至大学研究的课题 也与花花有关 与生结弦建立了一个 有关3D技术捕捉花花的程序 只要输入花花的各种动作要素 程序就能将这些动作 转换为具体数据 他在自己身上 安装了动态捕捉装置 用自己最擅长的3A跳 反复实验 经过统计 他发现 数据验证了他对某些动作的感觉 因此 研究数据在比赛中非常受用 他希望 这能对未来选手的技术提升 及AI计分等比赛发展帮助 十 在冰场上 与生结弦对自己永远严苛 他曾多次表达 有所保留 有所顾忌地去比赛 不是我的个性 为了能在北京冬奥会上 跳出满意的四周半 他在日常训练中 经常会针对四周半 持续进行两个多小时的训练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摔过无数次 他也对此表达过 我是带着自己指不定 哪次就会摔出脑震荡 然后死掉的心理准备在训练的 十一 走下冰场 还有另一个竞技场 在这个竞技场中 与生结弦有着高情商 举止礼貌谦逊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 说个最新的 北京冬奥会短节目结束后 与生结弦的第一跳 因卡到坑而跳空 赛后他自我调侃 也不知道今天自己做了什么 今天被冰讨厌了 看来不能日行一善 要日行时善才行 在耐心回答完记者们的提问后 又向在场记者们鞠躬感谢才离开 十二 对粉丝们保持友善交流 每次比赛结束 于生结弦都会向粉丝鞠躬感谢 并用不同的语言轮番说着谢谢 十三 持续参与家乡冰厂建设 2012年开始 与生结弦几乎每年都会向家乡的 仙态冰厂捐款 此外 还会将自己的比赛奖金 活动收益等捐赠给家乡 十四 对待学业十足严谨 与生结弦在2013年 通过普通考试进入早稻田大学 专业为人类科学部人类情报科学 该课程在学校有远程上课服务 日本电视台曾前往多伦多拍摄他的纪录片 镜头记下他每天有二到三小时 要坐在电脑前上课 还用不同颜色标记着内容 粉丝也发现他会在飞机上做作业 2020年9月 历时七年 与生结弦成功毕业 福元爱曾于2007年入学早稻田 但因忙于比赛无法完成学业 最终为一心备战伦敦奥运会选择退学 十五 无论在什么场合 他都能做到尊重对手 网络上有很多与生结弦尊重对手的视频剪辑 比如他帮助金柏阳扶振国旗 他在2014年中国杯上与严寒相撞后血流不止 却在第一时间问候严寒伤势如何 此后又坚持戴伤完成比赛 平昌冬奥会期间 为了不打扰队友 鱼野超模的采访 他蹲着爬过混合采访区 2018年花样滑冰大奖赛俄罗斯战 与生结弦戴伤夺冠 赛后他拄着拐杖登上领奖台 这是对比赛的尊重 也是对对手的尊重 有人说与生结弦就像一缕光 一次次照亮自己人生的兵面 了不起的与生结弦 一代花花传奇永不落幕